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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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还真是围着一圈啊 你看 尤其可怕的是 破坏李强的野猪也来造访了 这猪很聪明啊 对 我也记得好像是尖的嘛 是吧 拱平子都给 来一圈 带着一家老小来的 是吧 这东西 他那天哪儿折是吧 他不是给那儿别的吃得了 他怎么会吃它呢 猪吃肉吗 什么不吃这猪 猪啊 咱们转一圈 咱也没看见它逃动 那它怎么吃啊 都在这 这上面啊 都用嘴拱的 都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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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到大坑里边找着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是吧 现在你看它扒了平子给 由于没有大棚和防护设施 野猪拱开土堆 偷吃了不少正在冬眠的蚯蚓 它吃咱也只能给它吃啊 是吧 咱也不能动它啊 好 咱还得保护好野生动物 咱就出点损失 是吧 这个 这个有硬的地方 没有吧 多 多吧 这个突发事件加剧了陈小年 和村民们的担忧 鸟类和动物的威胁 仅仅是村里蚯蚓养殖 遇到的小麻烦 另一个更大的难题是 露天养殖的蚯蚓 该如何过冬 你看咱们这个一下雪啊 这么冷 是吧 你看这个 咱们这个蚯蚓床 暴露在这顿低温之下 咱们说我们得弄这个棚了 是吧 陈家庄 北京西郊 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 原本在公路局上班的陈小年 平心留职去南方做生意 一声召唤 陈小年放弃了经营的风生水起的物业公司 缓买乡至村 做产业的这个能力 以及咱们在社会上啊 这个尽这个社会责任 很多领导都看得严厉 认为咱还行 可能能做一些事 这样呢 就跟我谈了 说不行你回村吧 到17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党委啊 陈建长 这一般的村啊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很难做到 上任第一件事 陈小年利用多年做物业管理的经验 对村里环境进行了系列整治 很快村荣村茂得到改善 但如何才能既治理好人居环境 又可以带动村民更加富裕呢 我们村虽然说啊 这个耕地非常少 但是我们村有一个废弃的矿山 这就是我们村生财的一个地方 头脑灵活的陈小年很快看到了商机 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农民啊 他在养蚯蚓 当时我就问他啊 我说这蚯蚓跑去吃牛肺一碗 还吃什么呢 他说只要是有有机质的东西 他都吃 我就把我这个果树地里边 所有的烂果子 我都捡到我这坑里 五十点树叶子 哎 这烂果子树叶子 它一发酵啊 全被蚯蚓吃 一扒了一看 下面全是蚯蚓 嘿 我说这我可找一个好办法了 蚯蚓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 繁殖块消化强 能快速将农业废弃物 转化为高效有机肥 经济效益很高 陈家庄村山沟多 既有适合蚯蚓繁殖生长的环境 又有廢气矿山留下的丰富养料 依据这些条件 村两委确定 靠着养蚯蚓闯出一条环境治理的新路来 接合我过去的经验嘛 至少给我们村找到了这么一个产业发展之路 至少是探索 2019年陈小年自掏腰包 买来五吨蚯蚓种苗 在陈家庄村废弃矿山的山沟里 扬起了蚯蚓 然而第一个冬天 项目就亮起了红灯 扬起蚯蚓最大的难题 活动 特别是北方活动 因为蚯蚓只要到了零上五度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冬眠 它就不活动了 如果到了零度 蚯蚓就死了 怎么办呢 五吨的蚯蚓苗 五吨 价值将近二十万 第一年这个问题 不但意味着项目产业失败 也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 要熬过寒冬 当务之急是必须要把大棚建起来 而盖大棚必须要拿到 相关部门的审批许可 咱得找镇里边 找镇里边主管的领导 得把它请过来让它看看 事不宜迟 但是陈小年把镇里主管农业设施的技术干部 请到了养殖厂 这一没有保温 等于说冬天四个月 不能生产了 对吧 秋银也没法繁殖 秋银也没法生产 我算一算 就我们这四个月 得少收入二十万 实际上为了尽快建起秋银养殖大棚 一年多的时间里 陈小年已经找了好几个部门 进行咨询和筹划 作为村里的 根据情况写一个申请 报到我们这儿 我在向主管领导会吧 摆谈那些个需求困难 都跟他们说 咱们属于养殖设施 根据他们的意见 咱们再进行申报 取得审批手续之后 再监设 一番陈述和讲解之后 李绍峰打赢回去后 推进大棚用地的审批程序 事情总算是有了新的进展 他那分的挺好 对吧分的 这分路的话 是不是也有 也是不是也比较差 有好 是不是有的不行 有分的特别好的 有分的不行 是吧 那不行我们就得给检案 对 一是给检案 再有呢 还得给他们做个工作 先是宣传 对吧 应该做宣传 是吧 跟他们说说 咱们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是吧 这样不以后大家分类都好了吗 对吧 除了要照顾好沟里的蚯蚓 每天早晨 陈小年 陈小年还要亲自过问 村里的垃圾分类情况 一方面 一方面这是构建农村 人居环境的重要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 也是从源头上 对蚯蚓养殖的原料 进行严格把关 结合着垃圾分类 结合着这个厨余垃圾的处理 怎么能让它资源化 把厨余垃圾变成一种资源 这厨余啊 咱可一定要分干净 因为咱们这个要 咱们要搁咱们群蚓场 不要说要集中处理 是吧 所以咱们呀 咱们分的好了 他们群蚓场这边分的就 他们就可能就好一些 如果咱这分的不好 你拉进去 他们还得捡一次 是吧 所以咱们的源头 一定要分的干干净劲 是吧 便于他们群蚓场 将来处理厨余的时候 更方便一些 为了更好的 销纳厨余垃圾 发展蚯蚓养殖 村里还出资 购置了一套先进的 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让更多的村 对吧 厨余垃圾有去处 也能让我这蚯蚓呢 有饲料 结合这么两点 我们这套 厨余垃圾处理设备 每天能可以处理 两吨的厨余 现在目前呢 我们是十二个村 十二个村的厨余 全在我们群蚓上 厨余垃圾之后呢 我们这儿来进行上料 入到鸡子里之后 经过一天的搅拌吧 到这个池子里 然后在发酵池里 再待上一两个月吧 然后再铺成蚯蚓床 去喂蚯蚓 出于垃圾质量的好坏 关系到蚯蚓的成活率和繁殖率 只要是跟蚯蚓养殖有关的细节 陈小年都绝不会放过 有两吨吗 得多 得多吧 现在我研作把关呢 你不挑干净我就不拉 我从源头我就盯着你挑 挑我挑干净我就拉 不挑干净咱拉不了就不拉 不管是用蚯蚓是谁 这是没错 都一样对待 你给我封好我就给你拉 封不好对不起 给我挑干净了 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 一类对待都得让他挑干净了 对吧 国家投入大资不挑干净 对啊 没错 没错 这处理来的 你给人弄烂几八糟 什么东西有人怎么弄 对对对 给人知道了很多麻烦 是这意思吧 绝对一样不错 所以咱这环境很重要 好嘞 好嘞 好 好 昨天的雨大不 可以 够中雨了 那里山盘没事吧 大蚯蚓的蚯蚓也没往处跑了 我说蚯蚓往处跑了吗 跑了不啥 是吧 春分过后蚯蚓开始进入繁殖期 因为昨夜下了一场雨 陈小年担心蚯蚓闯积水 一大早又带着村民下沟了 开春是蚯蚓是第一个繁殖剂 所以这个繁殖剂千万别给错过了 这直接影响今年当年 咱们一年蚯蚓的产量 明白了吧 每年都得注意这件事 这养蚯蚓的活儿也别看那么简单了去 别那么简单 不是说把这蚯蚓往里也不管他了 是死如爱是他吧 那不行 农业生产赢在功夫盛在细节 村民们养殖蚯蚓经验不足 陈小年作为村榜这部书记 只能带着村民一起动手 健常解决问题 然后撒的时候尽量均匀点 昨天咱们养蚯蚓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活儿 但是咱也得干净了 这个虽然说蚯蚓 喜欢潮湿 对吧 但是如果水太多 会形成 你看这边 这会儿基本上没有了 这没有 你看这没有 你看这很少量的 这说明了没有 如果聚水太多 蚯蚓 它的这环境里边 它就会缺氧 一缺氧就跑了 这么大个按说 你知道什么 它就属于 这个咱就作为成品 这就可以卖了 蚯蚓它为什么 它能成为药材 你知道吗 你想 它在这种环境当中 它什么 它都不在得病的 对吧 就说它的抗菌 能力极强 所以说它在它体内 就有一种煤 只有它特有的 叫丘基煤 目前丘银厂 一切正常 但是大鹏的问题 还没消息 陈小年再一次 来到镇里的 城乡建设办公室 这有咱们市 市三个委办局 联合下发一个 2021年62号文 市里边的是吧 对 续勤水潭养殖设施 用地包括用于 养殖的生产手势用地 都不好在内 所以咱们的项目 今年就能保证 那个蚯蚓安全过冬 也能保证 咱们的项目 可以再扩大 是吧 对咱们这个 消纳这个 都没问题 是吧 大鹏用地的事情 有了进展 蚯蚓过冬问题 也就有了着落 陈小年心里的 一块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更可喜的是 春节前送检的蚯蚓份 也顺利通过 相关部门的检测 回到蚯蚓厂 陈小年第一时间 把好消息 分享给大伙 咱们这个蚯蚓份 不已经拿到北京市 不已经那什么了吗 做检测去了吗 那检测报告出来 就说咱们这个蚯蚓份 没有问题 营养成分 什么这元素 大元素的 都没有问题 就是满足他们政府采购 对有机肥的要求 哎 今年咱们这就可以 纳入正采了 对吧 那咱们每年生产这几百吨肥 销路有了吧 对吧 能解决一部分 咱们就增收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咱们增收了 这样就把咱们蚯蚓厂 从除鱼垃圾的处理 对吧 到养殖蚯蚓 生产蚯蚓份 到蚯蚓养螃蚓 你看 一个链条 咱厉厉厂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这两个目标都实现 就是养螃蚓加蚯蚓份 一年怎么也能一百万 真的 这可不是咱们瞎想 这可不是瞎想 这完全可以实现 没有 没有太大的兜 对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月后 蚯蚓厂又出现了新状况 真是 咱们这个量比去年 比去年都少多了 比去年少 已经进入六月 按说正是蚯蚓大量繁殖 快速生长的黄金期 淡养殖厂的蚯蚓 不但数量少 而且个头也小 陈小年的心 一下子 又凉了半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蚯蚓吃垃圾 小产业后面 连着大梦想 半生闯荡 回报家乡 他只想让这个山村 变得更漂亮 一个完整的产业形态 将展现在大家面前 为了弄清楚 秋蚓产量低的问题 陈小年决定去延庆 拜访一位养殖专家 现在去这个地儿 叫旧县镇大白老村 这个大白老村的这个 原来有个退休的一个老书记 十几年以前呢 他就养蚯蚓 养得非常好 他是专业养蚯蚓 当年这个我在 没有活村的时候 我养蚯蚓 这些蚯蚓的 这个养殖点技术 都是他教的 老哥您好 你好你好 哎呀 这个好城市没见见了 对 您这怎么样现在挺好的吧 挺好的 看看 看看看看 哇真是啊 几乎几乎就 信心点点 没几个 几乎就看不见是吧 你看这就 这这这这能数得过来 几个 这么一插下去只有几个 确实是太少了 你看 这一条 就这么一个 两个 真是啊 让陈小年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大型蚯蚓养殖基地 竟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春期连续低温 这低温根本都翻着不了 没错 这蚯蚓是15度 15-25度 是最佳的繁殖器 15-25度 15-25度 哎 他这 他一直老是 温度低的都不行 它是翻着不了 缠乱了 这个 孵化不了 就跟孵小劲似的 行了 这原因呢 这原因我也就找到了 您这是最大的 您是最资深的行家 这个 这个 今天秋蚓上都是这个样子 明显就是气候造成的 露天养殖的情况并不乐观 那么大棚里的秋蚓 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对 这才是正正的 你看 你看这小子 非常多 你看 风化多好 密度 对 人家都大小不易 都长大了 就行了 对 你看这量 这量非常大 这密度 这密度 对 就行了 对 这密度够了 这可以 这个一天 就吃 吃的就多了 对啊 这密度肯定吃的快了 是吧 刚才咱们一翻 就说咱们看看 这个外边跟里边对比 咱们这个大棚里边的秋蚓 得试外边的多少倍 看今年这个情况 起码得差这个 十倍八倍的 对吧 每年基本上也都差个一倍 没能差 就是正常情况下 差一倍 我说的呢 今天是特殊年头 尽管因为气候等原因 今年秋蚓养殖的整体状况 都不太好 但是相比较而言 大棚养殖 还是比露天养殖 抗灾能力更强 更有保障 就是所谓的秋蚓蛋了 下的蛋 这一个棚是 长 40米长 长40 10米宽 3米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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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弄的时候是 400多平米吧 对 400多平 400多平 就说2万块钱 呗 对 这粮是限价工的 都是 施工 施工 他们给他们的 在与马厂长的交流中 陈小年彻底排除了技术上的原因 只要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 建起全新的温室大棚 那么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紧 冬业废弃均物和残除拉机 蚯蚓又被螃蟹所吃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柴 这个绿色 应该叫绿色的 一个完整一个绿色循环柴脸就形成了 现在我们这个水面啊 一亩多地 这个我们我五月初啊 我们在里边投了 投放了将近2000只这个螃蟹苗 在就是拖两次壳之前 它只能吃这种 给它装好配好的这耳料 咱们喂喂试试看啊 咱们找一找这里边的螃蟹 因为这一亩多水面 这2000多只吧 也不多 也不多 现在的状态呢 现在都不好说 因为我们北方人呢 没养过螃蟹 所以一切呢 都在摸索探索之中 建长两年多的时间 陈家庄村已经用蚯蚓 处理各种垃圾2000多吨 蚯蚓粪创收近30万元 利用蚯蚓粪拓展种植蘑菇20亩 用蚯蚓养植螃蟹2000多只 人具环境整治初见成效 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的融合发展 一幅完整的生态图景 在陈小年的心中更加明朗起来 五年以后 地牢沟建成 建成以后 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会慕眉而来 说明这个里还有一个蚯蚓养植厂 实际上呢 我们就 我们这个蚯蚓厂 就成了这个旅游链条上的一个打卡地 我们要探索一下 把我们的小蚯蚓 变成一个绿色循环 一个大产生出来 实际上我们村的 到时候 在这一年 我们的小蚓兰 有点大发生 这一年 人生的新年 人生的小蚓养植 人生的小蚓兰 又是 这一年 人生的小蚓兰 为移民 最新的小蚓兰 调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